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女性角色都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 而现实往往是刺痛人心 很多时候都让人不敢直视 也就很容易引起争议 在一书的作品里 很多女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缺爱 无论是《喜宝》里的江喜宝 还是《流金岁月》里的朱索索 这两个人物都有缺爱的特征 江喜宝说过一句话 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 如果没有爱 有钱也是好的 如果两者都没有 至少我还有健康的身体 这句话很现实 对于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的江喜宝来说 父爱是奢侈品 独立早熟懂事 看起来是好事 实际上内心深处是很脆弱的 父爱的缺位 会让一个人对自我的认可产生障碍 会对其他东西产生过度的渴望 这一点朱索索也是一样的 朱索索从小就寄养在舅妈家 父亲定期寄给他钱 但是到了中学 父亲因为再婚就没再给他生活费了 他也就开始遭舅妈的白眼 但是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迎刃 对于朱索索来说 他缺的不仅仅是物质 还有父爱和母爱 后者是再也找不回来的 所以他会对物质有过度的渴望 缺爱的人看起来很理智 很潇洒 很酷 与众不同 但其实他们只有在非常熟悉的人面前 才会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才会有安全感 才会放松地做自己 那些一看就缺爱的女人 身上会有这些味道 掩饰不了 一敏感 杜边淳一说 性格敏感的人容易受伤 的确 性格敏感的人 往往比其他人更容易感知到 来自外界的刺痛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直有未曾愈合的伤口 对于缺爱的人来说 内心深处一直都有一个 不可被人所知的痛点 对江喜宝和朱索索来说 不幸的原生家庭就是那个痛点 从小不被爱 会养成敏感的性格 害怕别人会因此轻视他 他往后也会极力要遮盖这一点 在遇到他在乎的人和事物的时候 他会逃避 去面对这个敏感的话题 因为在乎 害怕会失去 所以会格外的敏感 他们会很容易地捕捉到细节 会不自觉地揣摩别人的心思 会联想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会因此产生不良的情绪 这样的人往往会给身边的人 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另一半 带来很大的压力 他们会因为伴侣的一个动作 一句话 而不断地去揣摩对方的心思 他不是不信任你 他更不是不爱你 只是他知道自己动了真心 所以他越来越害怕失去 他希望你能用更多的爱 来让他有安全感 二 要强 很多男人都喜欢女人被依赖 喜欢向自己示弱的女人 觉得这样的女人很有女人味 而对那些要强的女人 他们也许会佩服 也会愿意接受他们的给予 但是大多数男人都不会珍惜 然而 没有女人不愿意做一个柔弱的女子 之所以要强 无非是内心长期缺爱 让他不得不依赖自己 做一个要强的女子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他感觉到 自己即使没人爱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他们工作得很出色 生活也会过得很好 他们甚至可以自己修电器 水管 仿佛无所不能 实际上 他们的内心很渴望有人关心 有人理解 他们拒绝你的帮助 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而是他们内心深处害怕 习惯了依赖你之后 有一天 你不再被他依赖了 跟这个比起来 自己比你更值得信任和依赖 三 悲观 悲观是人类的共性 每个人都有悲观的一面 不同的是有些人习惯了 总是以悲观处事 而有些人 则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 悲观的人 更容易被消极的信息所吸引 遇到问题 也会更容易 想到消极的影响 他们习惯未雨绸缪 所以在爱情里面 总会让对方产生一种 若即若离的感觉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 动心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好的 一种是不好的 对缺爱的人来说 他们会先想到不好的 所以 他们一旦感知到自己动心了 就会想到有一天会被对方抛弃 因为害怕被抛弃 所以会下意识地跟对方保持距离 减少自己的付出 所以对方就会产生若即若离的错觉 他不是不爱了 更不是遗情了 反而是深爱的信号 之所以 对两个人的未来悲观 是因为害怕自己爱得越深 付出的越多 受到的伤害也就会越大 缺爱的人看起来很骄傲 很坚强 力量很大 实际上他很脆弱 很需要被认可 很需要被爱 如果你遇到一个缺爱的人 不要觉得他奇怪 更不要觉得他会刺痛你而拒绝他 他虽然长满刺 但是只要他感受到你的真心 他就会付出一切 如果你愿意 不妨带他学会去欣赏他自己 让他学会去爱上自己 他之所以患得患失 之所以怀疑 之所以跟你若即若离 不是因为不够爱 而是害怕一旦爱上了 就会失去 因为曾经的经历 在他的潜意识里 不断地提醒他 那些曾经感动过他 让他依赖过 付出过的人 终有一天都会离开他 他只是需要被治愈 感情是他们既想得到 又害怕得到的 他们看来 感情是奢侈品 因为不确定自己会拥有 也没有勇气去认可 所以才会敏感悲观 所以才会在人前 竖起一堵墙来保卫自己 跟爱情比起来 金钱往往更容易 让他们充满安全感 因为金钱 可以让他们更有把握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他虚荣 实际上 他不过是把金钱 当作了治愈缺爱的药 朱索索最后 即使在物质上 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他的内心还是空虚的 因为他一直都错了 金钱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可以让他暂时找到精神的支柱 但却无法治愈他 而能够治愈他的 只有他自己 同样的 江喜宝也是一样的 喜宝所说的 如果没有爱 有钱也是好的 这句话看起来似乎 只要有了钱 就能够治愈缺爱的伤口 事实上 缺爱的人 即使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内心也是孤独的 而只有学会接纳自己 包括自己不幸的原生家庭 正是不幸 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优点 才会真正的欣赏自己 才能真正的治愈自己 如果你是缺爱的人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爱自己 只有学会爱自己 才会拥有幸福的力量 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如果你爱上一个缺爱的人 那请你对他多一点爱 多一点包容 遇见心爱的人不容易 能够在一起更不容易 学会爱自己 珍惜彼此才会长久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